这绝对是全网最迷你的玩具盲盒了 有人竟从里面找到了超多迷你小玩具 迷你软弹枪 袖珍海绵宝宝 更有黄金魔方 你真的还好玩 这个盲盒好玩 接下来我估计不说话 大家也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 一个人买 正儿八经的外国货 上面全是一门 买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详情院 里面可以看出来一百多种玩具 也就是说你玩过的 没玩过的都可以看出来 只要是市面上有的 然在这里面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认为 这里面可以开出来 奥特曼的玩具 奥特曼那么多 怎么可能没有 来 开出来 就像橘子一样 一共有五半 看来是每一半里面都装的玩具 这个都已经开口了 先看看这个 好粉的一个麦克风啊 女孩子看了肯定喜欢 给洋娃娃用最合适了 下一个 这不是我们之前玩过的那种 堆积鸣盲盒吗 里面装的是一个宠物 难道说可以拆开 完了 打不开 原来只是一个装饰品 这个又是啥 好多呀 还有一个说明书 先看看这个是什么 人者三规的武器 还是两把 好玩好玩 我喜欢 这应该是一个收集手册 最显眼的就是中间这个 金色的海绵宝宝 派大新 还有小马宝丽 这里还有个金色的恐龙弹 我们之前开过 看过我视频这肯定都知道 后面还有 我感觉奥特曼肯定就在里面 继续 一个飞盘 抛出去就可以玩了 也是小羊驼 第一个盲盒 猜出来了五样小玩具 都没有重复的 好开心 加一个 能不能拆手奥特曼 就看大家的小猩猩了 这个东西有点多 看来还需要组装 这次还给我们送了一个购物车 比较贴心 怕你东西装不下 又来一个 这个是最火的鲨鱼宝宝吗 贝比萨克 我家小孩最喜欢唱了 来 放那边 也是一个小人偶 一个我把瓶 女孩子最喜欢的玩具 继续 这个小姑娘叫啥呀 都是女孩子的玩具 我还真不认识 这次也猜完了 没有重复的 对齐还不错 剩下的还有三个球 我希望多出点男孩子的玩具 女孩子玩具 真是有点不熟些 开 是一个恐龙玩具 这家家龙 上面还变着大炮 继续 又来一个购物车 这是怕我们带不走吗 完美 继续 两个小娃娃 重复款 天哪 是一把小手枪 我之前也开过 迷迷版的 好可爱 一模一样 真的就是同比例的缩小 最后一个 忍者车规 刚才我们还猜到了他的武器 看来要把它凑齐了 只剩最后两个了 我感觉这次是猜不到奥特曼了 要不 你给我来一个黄金版的海绵宝宝 让我开心开心 奥特之王 是一个水气球的包装袋 里面该不会真的有气球吧 就是一个泡沫呀 让我白高兴离场 这是来一个自物架 还送了安装教程 完工 继续 是一个小猫头 很可爱 接着 是一个大小车 这要是再大以后 那肯定很好玩 最后一个 这是啥 奥特曼 奥特曼真骨雕的盒子 接着奥特曼的还是 你不会吧 这里面难道真有奥特曼的骨雕 打开看看 没有 只是一个空盒子 上行啊 假的 空空如也 白高兴离场 结果全然都是 泡沫 最后一个了 希望这次就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来个粽的嘛 第一个 又来一个公司 开主力 第二个 你小兔子 迷你巴比王啊 运你巴比王啊 破真驾驶啊 哎呀 没希望了 奥特曼 赶紧的 哎 重复了 飞碟 满了 BBQ了